一个女团想要火除了需要唱跳实力过硬以外 坐在公司的运营也非常重要 要是碰到不靠谱的公司再优秀的爱豆 也有可能被埋没 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些爆火后因公司不给力而沉寂的女团们 刚出道就因一首爱伊亚爆红 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登上韩国妈妈舞台 并获奖的国内女团 但在第二年公司就忙着培养新人 忽略了艾蜜的发展 再加上他们一直和智商利盒捆绑营销 导致艾蜜被黑粉骂到解散 2012年出道的七朵组合是国内第一个国风女团 凭借出道单曲永春火遍大街小巷 之后也推出了《玉生烟》《落花琴》等大热歌曲 同样因为公司运游问题组合成员经历了多次更迭 最终解散后公司还和初代七朵发生了新资纠纷 不仅是绝说离别 言归来隐 语乱谁在歌用春天 人情这笑容不显 我要望闭生烟 一半清醒一半长夜 脱红颠烧去那个永远 缺患不会有你的心间 就像刺划子摇零水自流 两处仙舟独自寂寞少心痛 梦会晴晴时辣 回忆灯火阑珊 一杯苦茶 像刺罗花晴晴时尚 CING在2017年印一首《寄明月》火遍全网 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翻唱翻调 但之后发行了歌曲热度不高 公司的宣传运营也跟不上 制作人离开他们更是让他们被迫转型 新风格粉丝不买账 导致现在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将自己继续成年 是白了新一夜 你就是梦境白了新月 才会用悲欢离合引擎圆圈 你就是风人红了红叶 才会让我思念满山遍延 你就是泪尽白了出血 才会如离人泪去飘洒悠远 你就是命远 我们岁月 改变我黑白暗叶的世界 我们就用下来 我们下来 大小小小小匹 我们下来